好 再来看到的是现在大家都在问高端 才打几天而已 现在就发现了是有这个不良案例的通报 让大家心里头会比较紧张一些些 而在针对于昨天指挥中心的记者会上 大家问到的这件事情 就表示了这名陆信作家打高端之后 隔天出现这样过似的状况 他有在记者会上头主动讲 说呢其实这位陆信作家本身有慢性病史 很有可能是因为心肌梗塞而过世 可是大家就对比了一下 先前作家九把刀 他的岳母不是打AZ之后隔天猝死吗 当时呢大家问到了这个案例的时候 陈时中却是说 这不是公众人物 他们不针对个案来做讨论 先前呢这个大家也有问到 在高端到底打了之后 安全不安全 同样是指挥中心专家小组的 这个召集人李兵颖呢则讲了 说如果呢接下来打高端的话 他说未来一定有人猝死 当时这句话呢就让大家觉得说 李兵一讲话是不是有点说太快了 也许呢他是对于高端 有信心又或者没信心 从这句话看得出来吗 那国民党的台北市议员尤淑慧 他也特别的在问 说如果呢昨天 这个陈时中特别挑出来讲 说这位陆信作家是有慢性病史 那是不是有慢性病史的 就不能打高端疫苗 那你是不是应该要先清楚的 告知这一些的资讯 那往下走我们来看到 是在生计业者他们这样子的一个说法了 他们就认为现在重点呢 应该不在于猝死的案例 而是高端疫苗 是不是导致了这样子的一个后果 政府呢为什么不等三期临床试验 已经做出来 有了初步报告之后 再给紧急授权呢 好大家都在问了 高端到底安全不安全 在昨天陆续的传出了这样子的一个情势之后 我们今天上午要跟我们一起来讨论的 是前国舰署的署长邱淑提 邱署长早 燕吟早 各位个人朋友大家早 昨天呢大家确实到了中午 看到了相关的资讯之后 心里头会开始有点害怕了 因为前一天听到的是 有一些不舒服的症状 人家还讲可能是晕针啦 甚至呢有这个网络上头 比较轻绿的这一些网红 他们会讲说有点围醺感 可昨天这个已经是攸关性命了 当然第一时间陈时中有解释 但是不是真的有慢性病 台湾很多人慢性病 有慢性病就不能打吗 这些是不是要说清楚 对现在去打的人 有的有慢性病 有的太胖 有的吃太多 有的吃太少 有的长太高 有的长太矮 大家听懂这意思 就是说 那只要出事情 他就归咎于你个人不太完美 那这个是非常可怕的事情 大家可以看到事先 我们这些民间的学者 已经批了命 正在拉煞车 因为人命不能拿来儿戏 你怎么能够把一个疫苗 没有经过第三期临床试验 就拿来打 全世界现在22款 有政府核准的疫苗里面 只有台湾是这样蛮干 这样蛮干有什么问题 除了大家知道的 所谓的保护力的数据 是没有一万 安全性也是存疑的 因为你只有大规模的第三期临床试验 才有足够的人数 来提供你一万人两万人或三万人 施打的时候会是什么情况 所以这个是更不要说它的品管也是有问题 那大家也知道像Novavax 是同样这一类的疫苗宣称所谓安全性可能比较高的 人家Novavax 他临床试验已经做了几万个人 对变种病毒效果也很好 他因为品管跟量产的能力 还未增理想 人家宁可延后申请EUA 就我们台湾连第三期都还没做 就给他EUA 那他的这个安全性跟品管 你今天打下去到底是打空包弹 或者甚至于你的剂量 反而是太高的或者是有问题的都不清楚 高端在第一期跟第二期的这个抗体效价 第二期比第一期高了12倍 到现在大家都觉得这里面大有问题 结果呢就拿来打在民众身上 可是一路护航开打了出问题 会说是疫苗的问题吗 还是又来归咎给民众 那大家要很注意的就是说 事实上这个数字 你打16万个人就出现两个 而且他打的对象呢 是比AZ还要年轻非常非常多的 莫德纳比AZ年轻 高端又比莫德纳年轻 你这么年轻的人 就拿你这个指挥中心一向在讲的 所谓的背景值来看 根本都不应该有任何一个人 在16万人的情况就已经发生处始 是不应该发生的 这个数字是非常令人担心的 其次所以这个部分我高度的呼吁 要赶快把这一个批号 这个批次整批应该要暂停撕打这一批 去弄清楚是不是这一批有问题 才来继续撕打 不能够继续这样拿民众的生命开玩笑 第二个 昨天大家也看到了 美国已经通过了BNT完整药证 完整药证以后 不但是大家这个医疗机构可以直接买来打 而且可以做广告 我们台湾不论有没有外症 你说不能随便做药物的广告 医疗广告 我们却看到民进党 请全党之力 在做违法的医疗广告 违法的这个药物广告 这样的用政治力去大做广告 这个已经违反我们国家的法律 那尤其是这个疫苗 你在事先就没有安全性保障 你现在一开打又出问题 我高度的呼吁 这个司法机关应该要进行 这个违法歧视者这样的一个调查 那同时我也感到非常的遗憾 连巴拉圭外交部去问巴拉圭 说我们疫苗送给你 高端送给你 你是不是还需要EUA呢 巴拉圭说对 所有的疫苗都要EUA 而且没有第三期 他们不能给EUA 所以连巴拉圭的人民 他的生命 他的人群都比我们全台湾还要好 你今天蔡英文总统你要打什么 是你自己的事 你有那么多人保护你 我们的年轻人何孤啊 我们的这些代课劳师 这些阿兵哥啊 他们到底是哪里 对不起蔡英文总统你 我觉得让这些人要被迫 去接受这样的一个疫苗 真的是太可怕 阿兵哥 阿兵哥 他就当年轻人了 很多人还有 你还不想再走 词 这些人 有什么 我并奏 依然我要 射程 词 了 什么 啊 又